在范文宇 另外有一個術語 就是他贈得某一種身 就是瑜伽裡面講的色身 到某個層次 那個也是 不是我們概念中的不生不滅 是那個色身永不死 色身永遠存在的 謝謝老師 有的法師講的是 好多形式和好多法師 有的法師講說 為什麼是在 我們在刷國界的時候 修行的時候 哪裡沒有倒妄語啦 簡單出席佛法這麼說 每三輩子 不倒妄語的人 舌頭伸出來 可以碰到鼻劍 對不對 柔阿那是一般 講給出學果的人聽的 大家把他當真的話 你對佛學 就不會有完全認知 所以有些基礎佛法 講要講 但是你學基礎佛法 不要指著基礎佛法的東西 像內盤 大家也要問 內盤問你怎麼可以 你知道的 啊 你知道的其實不對啊 像民心界信 也一樣要怎麼說 啊 你就沒有民心界信 總要說民心界信 不是民心界信 總要說民心界信 不是民心界信 快點 您的雜證快點 找到廣場所師父 可不可以幫我們開寫一下嗎 這個世間啊 有人這樣講 尤其這是文人講的 文人講的 未必是對的 但是也有幾分神識啊 這個可以講啊 無情說法 無情就擺在那裡 他真正的意思是想 存在啊 在跟我們演說真理 這個叫無情說法 有情聽啊 射身盡是廣場所 廣場所要講的 也就是這有情的像嘛 射身就只有形象的意思 世間一切萬物 身為萬象 他都在嘴說法 所以都是屬於廣場所的覆蓋範圍 不是那個舌頭 那麼大的問題啊 是他的法藝可以穿進 可以覆蓋到那裡 他沒有一個地方不到啊 虛空 風聲 風的存在是無形的 虛空是無形的 時間是無形的 但是演說真理的部分 都涵蓋這些 沒有不涵蓋 他那其實真的是文人寫的 是啊 文人寫的沒 你就不好去解釋啊 思學非常沒 對 文人學佛以後 給佛教文學增添很多色彩 但也讓很多人模糊焦點 很多人都是拿這個佛教文學當佛法 他只是文學他跟佛法沒有關係 他這講出來這個本身都是一大篇道理論 那你那個理論要從頭講幾多話 那都可以寫本那麼穩啊 所以說師傅那個 我們講的那個入法界齁 其實並不是說他就正德法身嘛 入法界其實很大的正法身 入法界就是正法身 他只是分分正德 分分正德 一部分一部分 誰這部分 基本上還分四十奧個區塊 慢慢去成長跟擴大 他每一個區塊還有無限的區塊 還可以再劃分 那四十二就是那個四十二接位 那四十二就是那個四十二接位 對 所以那個佛制跟法制 他第七是我們 第七是我們都講的是法制 也是我制 那個佛制是隨著修正者的成就 他對於內政功夫的一個詮釋方式 所以每個人的詮釋是不一樣的 只有那些笨蛋的哲學家才會去研究 因為每一個正德的人他詮釋 那個內在世界的狀況 每個人的詮釋是不一樣的 那你說我執法執是什麼 那就要弄清楚了 我執法執跟五運之間是有關係的 通常六層境界 你會執著在設身存在的問題 謝謝教士 謝謝